桃園機場航管特製 差11秒兩機險相撞 蘋果接貨民眾爆料 桃園國際機場上月15號 發生貨機 誤入正要起飛客機的跑道 這起飛機入侵跑道事件 只差11秒 就可能造成200多人死傷 當天下午 這家全球最大型的 烏克蘭安托諾夫貨機 因駕駛聽錯引導指令 菜鳥塔臺管制員也沒發現錯誤 讓貨機差點和正在跑道起飛的 新加坡航空客機插撞 當時貨機從東北角貨運機坪 準備起飛 塔臺管制員指示貨機 由N13滑行到滑行 HOLD SHOT OFF RUNWAY 05 ACROSED RUNWAY 05 管制員叫貨機在05跑道外等候 但駕駛卻以為是穿越05跑道 管制員也沒聽出駕駛錯了 這時新航客機已在05跑道頭加速 令民管制員驚覺不妙通報菜鳥管制員 才緊急叫貨機盡速穿越跑道 新航也及時拉起起頭 才化解一場嚴重痛難 兩機最接近時水平距離僅600尺 垂直距離300尺 不過飛安會卻認為 這不算是最嚴重的跑道入侵事故 民航局則表示 當年值班的管制員去年底才玩殉道班 因經驗不足才沒發現貨機駕駛把指令附送錯誤 專家表示 跑道入侵的事故有4×6 和航管人員失誤有關 動新聞綜合報導